技術官新到寒流來襲之後 又受到輻射冷卻影響 日夜溫差大 在苗栗縣大湖鄉的農民 為了要保護梨穗 已經提早使用塑膠袋 來製作成小雨衣 不過還是無法挺過寒海 初步估計損失將達到五成以上 另外在彰化的虱目魚也紛紛凍死 漁民就感嘆 這是繼2016年霸王級寒流之後 損失最慘重的一年 養殖群內飄著新舊凍死的虱目魚 漁民鎮的天氣回溫 趕緊來撈死魚 邊撈邊嘆氣 這才四季的嘛 這才四季 彰化縣文革養殖面積達1600多公頃 池內大多是文革和濕木魚混養 濕木魚為工作魚 元旦廉價之後連三波寒流 造成濕木魚凍死 彰化縣府出沽 受損面積300公頃 約12萬公斤濕木魚凍死 燒了濕木魚吃養殖青胎 池邊長除青胎 但陳豬的餘溫沒有登記資料 損失無法獲得補助 補助是一公頃9000元 我們這邊要付給中央 是放寬跟擴大 災救助的標準 最近兩天台灣最低溫都出現在苗栗縣 大湖鄉農民可說是感受最深 因為梨樹上去年底嫁接的梨穗 雖然已經提前套袋遇寒 還是熬不過攝氏10度以下的溫度 可能全都胎死腹中 統計損失將超過五成 避到寒流的時候 它養分一回流的時候 那個花苞那裡面的花子 全部都會胎死腹中 因此原本已經嫁接好的梨穗 又必須重新替換 等於才剛開始栽種 就要多付出一筆成本 國農希望相關單位能夠給予補助 減少損失 不然這個農曆年難過了 記者綜合報導